下面這邊有一些就是Gridged Sample 不過講多個這樣看可能比較不容易看 那我稍微給你簡單看一看它的基本樣子就好 因為其實我相信大家拋購用那麼久了 你怎麼看大概就差不多那樣子嘛 對不對 至於像這種EIH的比較少 實際上它可以做很多的Luminum 它本身其實是Gridged 事實上是Gridgedged 那所以呢可以做蠻多的 那麼它在網站上也有一些所謂的專家的 也就是有通過它認證的 據說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台中的 他說通過那個認證是它裡面的專家 台灣第一位 那我想看一看啊 你看看別人怎麼用 會更知道說這個網站有什麼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待會呢我們就直接來做看看 不過呢因為我們現在人比較多 所以如果您要直接用這個網站來做的話 可能會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速度比較慢 第二個 第二個中文打不出來 呵呵呵呵呵 會喔 會喔 因為中文的字體它要下載 可是各位我想大家都知道 中文的字體跟英文的哪一個下載比較快 一定是英文的 因為英文26個字那麼多耶 中文6000多字嘛 常用的就越前載這個 這個它比較慢 所以我們有在這個 這個輸入學平台上 幫老師準備好那個離線版的 就是那個desktop那個軟體 好 所以您從左手邊來您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延期相關軟體下載 欸 有點大喔 因為我把全部的進化都放進去 300Mb 300Mb 所以您待會兒您可以先下載一下 下載網解壓說就可以用了 好不好 我先 讓老師先下載一下 因為我怕有些人還沒有下載 你解壓說之後 裡面 我有幫 每個都我放資料夾 齁 都有放資料夾 那麼老師 你把那個打開解壓說之後呢 您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好 您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面有一個 FreeStandup 每個裝板有沒有 有一個GIP 您找一下你的資料夾去有沒有 後面可能會看不到 拉高一點 有一個 有看到了齁 您把那個解壓說就不會了 下載要密 蛤 下載要密 蛤 解壓說怎麼樣 下載要密 好 欸 沒有要去打開 等一下我去問 那 另外下老師看我在螢幕上不是話來話去的嗎 這個 這些軟體我都放 都放在裡面給各位 好 所以 等一下您可以看 那我這個我先把它解壓輸入一下 解壓說字尺就可以了 我想我們電腦裡面可能都有裝這份電腦 或者是WINRR吧 有沒有 您按右鍵解壓說字尺就好 因為那個資料夾的名稱 我都有留下來 所以解壓說網應該會變這個資料夾 在這裡有一個資料夾 在這裡 您就把它點開 這個資料夾打開 咚咚 點進來 嘿 這就是一個執行檔 有沒有 在這裡有一個執行檔 直接點兩下就可以用了 好 你把那個資料夾打開 擠壓說之後 我們裡面就有 BREADSTEP DESKTOP ES1這個檔案 你直接 檔開 那 第一次進去的時候呢 他會要求您 輸入您剛剛所申請的帳號密碼 好 那種申請的帳號密碼 就可以進去了 所以我這邊我執行一次給各位看喔 好 有沒有 您進來之後 我告訴您說 您的帳號密碼 對不對 您就打您剛剛的帳號密碼 就可以登錄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登錄進去之後 它就是跟我們在線上的版本 現在等於是一模一樣的 好 一模一樣的 因為這樣的話 各位在用會比較好用 有沒有 你進來之後 告訴您說 您現在還剩下多少天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帳號 是不能用這個 等於是這個部分 可能是適用 好 BREADSTEP這個適用 方便我們現在特殊請請 好 所以您就直接按Continue 右邊 右邊這個 那進來就會長得這樣 這樣 這跟我們在線上 是一模一樣 有沒有 好 那我先 第二段時間我下去幫老師 稍微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老師 能夠到這個定位的 好 我們就去幫忙 如果妳 Não看了 太多了 好 好 大家 我們到處